在这儿 人争 物争 全无 他这是 要断咱们的后路啊 桑杰在上京述职之前 有心之人就把真正的证物 全都拿走了 怪不得 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 那宗映林 还派人来偷 那说明 他是真的不知道 是否有物争留了下来 也坐实了 他还没有找到黄金的地点 那我派大王小六 多加巡逻 多走一走 可是大王小六 如果应付一些 小偷小摸之人还可以 一旦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很有可能他们自己就折进去了 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人呀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你刚刚说 对啊 我没有 你有 你 你是情不自禁 这 可是心动的征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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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前两次 情不自禁实验成功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第三次实验了 这 什么 什么情不自禁 你别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跟你情不自禁了 画本子里都说了 爱能使人有飘飘然的感觉 就像采葬云朵上一样 对对对 我每次见如意姑娘 我都是印制不住的 小碎步 真的啊 真的 你那是会轻功啊 纯属无稽之谈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能用惯用套路 来讨论每个人的情感呢 可是古今千万人的诗词 都是这么写的 谈恋爱就这个样子了 古今千万人这样 我也不这样 那你就不能为了我这样一下吗 为了你 我不跟你说 这人家说得也没错啊 干嘛高的一副样子 别跟这瞎起步啊